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欣 我们今天来到了北京汇聚这个宜家家居 我们今天逛一下 看看宜家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买 沙发区域真的有很多休息的人 其实宜家的沙发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价格真的挺便宜的 还很实用 一两千块钱你用腻了 就可以随时就换 这边的风格都是很现代的 就是有一个独特的叫宜家风格 人好多 看这种小杯子很实用 七块九一个 就是很好看 各种各样的颜色 这边是只有这个颜色 我原来还买过绿色的 买过蓝色的 这一个杯子能用好几年 质量也很好 一点都不拿手 但我发现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东西 是保温杯 保温瓶 那这这么大才二十多块钱 29块9 又这个真的是 这个是太实在了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但是这个确实是很划算 我还发现了这个小挂中 29块9 这个 很便宜 很便宜 你说这么便宜的东西 人家做出来的质量 还真的挺能接受的 他俩在这享受呢 舒服吗 这个舒服 这个是599 我做做 试试 这个还真的挺舒服的 主要是这种 这个明黄色就是很时尚 这个很合适 这个才599 舒服 怪不得这么多人 在一家都躺着握着的 这个真的是很舒服 而且夏天有空调 冬天有暖气 你说谁不来呢 看人家布置的这种 都跟一个小家一样 都给你布置好了 那意思就是 你按着我们这个买就可以了 这条桌子还挺好看的 挺亮的 你们猜猜这个多少钱 这是2999 然后这个凳子是单独配的 凳子是349 这个桌子真的是很好 在家可以当一个大的办公桌 可以当吃饭桌接待朋友 他俩就在挑玩具了 这个是玩具火车 79 你想要吗 那你们俩挑一个吧 你看这个 这个79可不便宜 好沉快拿 拿住 这个太沉了 宝贝们 我又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我今天给你们看的 都是特别居家 特别实惠 然后我们平时能用得到的 性价比也特别高的东西 你看这个6块9 一个盒子 是不是很便宜 放面膜 放护肤品 化妆品 这种小盒子一拿 很方便买 这个才6块9一个 很值 还发现了一个 小物件 就是宜家的鞋靶子 我们家用的就是宜家的 但是我们用的是白色的 这个是6块9一个 看这边都是小鞋柜 各种各样组合的都有 这个还挺贵的 这个800多呢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小一架 这个多少钱 我看看 转过来 把那个标签转过来给妈妈 149 这个很好 这个挺好的 可以放在儿童房里面 这个小一架 还发现了一个小孩坐垫 这个39块9一个 我买一个这个坐垫回去 39块9给老哥 看看有没有别的图案 我们一会再换 先拿着这个 挺好的是吧 那个不行 走吧 看我刚才拿那个杯子 还有这个粉色 这个比刚才那个要好看 就是几块钱买了的杯子 这种质感已经 我觉得真的是超值了 还有碗 我原来刚到北京的时候 租的房子就用的 就是一家的碗 很便宜 这一套 十几二十块 这个多少钱 碗在哪了 39块9 4个 看合适不 还有筷子 筷子是24块9 盘子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水壶 这个真的很值 但是不知道保温效果咋样 这些小零碎 看这个小厨房设计的 还真的挺精致的 虽然小 但是五脏俱全 人家告诉你 按照我这厨房买就行了 有这个布局的厨房 可以来看一下 还有这边的碗 这边的碗 应该是会更便宜一点 像这儿有小妈布 还有百节布 这个挺合适 我拿一个这个 再拿一套这个小妈布 小妈布是9块93个 这个是5块93个 棒 就买点这小零碎这东西 给你老公打开 还有这个 这边有好多 各种各样的款式的定制衣柜 这种小柜子 它里面 这是1280 当时我想买一组 就这样的当做鞋柜来着 但是人家 当时因为什么不买来着 是因为不帮我送货 还是不帮我安装 还是不怎么着来着 我想太麻烦了 还得自己弄 我突然间发现 这一套组合柜 这个颜色挺跳的 但是很活泼 这个很好看 3235 这个其实 这个板材的不算便宜 三天多 它真的不算便宜 不是 3235 它只是这一组 这个还得单买 这是组合式的 看这种小的定制的这种 他们这我发现这颜色 都好好看 感觉颜色还很高级的样子 其实并不是很贵重的东西 又到玩具区了 还是诺诺最喜欢的恐龙 又走不动路了 诺诺 这个恐龙和火车 只能要一个 选择一下 这个恐龙 要恐龙啊 那好吧 诺诺最喜欢恐龙 放里面吧 我挑一个别的恐龙 还挑一个别的 行 等着你做决定 你挑吧 他俩要挑个大的 这个多少钱 鲁鲁 149 那要大的吧 走吧 就行了 决定了 这边还有婴儿床 那婴儿床几百块钱 那就够用了 真的 说实在话 你买那么贵的 其实孩子在这里面 根本睡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家诺诺当时 就在里面睡了两个月 就一直跟我们一起睡大床 这里边太大了 我们怎么也逛不出去 必须得按着人家路线 一直往前走 逛吧 前面是家居用品了 看小诺抱个大恐龙 我们先逛完了 一共消费蓝204 其实这个宜家真的挺好逛的 就是年轻人 没事家里缺盘子缺碗了 一些小零碎都可以在这里逃到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买一些大件什么的 它是按公里收费的 我以前是这样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就是它有的时候是按公里收费的 而且安装还是要另修费 反正挺好玩的 没事来逛一下 当消磨时间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有什么问题 就下面留言 拜拜